所以这是一个德的走线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容纳八识理论 愣严经五识阴谋 禅宗明星见性 道家御业环丹 金德环丹理论 因为不讲技术方法了 技术方法给大家太多了 这是一个大课堂 大课程 学完了 世界文明的精华 了然欲凶 你这一生就不会再迷登了 你不会再痴迷了 迷失自己人生大方向了 你也不会被邪魔外道左右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所以这个课程很重要很重要 讲一个给我们自己 怎么安装一个成功人生的软件 我们的人生成功是三世的成功 过去的业障你清净了 今生的功德你建立了 来生的果报你获得了 这是三世的成就 或者叫三十过去时 现在时未来时的三十成就 这叫终极智慧 你学的转这一辈子转成一万富豪 那叫阶段性智慧 它不叫终极智慧 就是你这一生的一点智慧 那么这一生的智慧 对于一个无始节生死轮回的你来讲 那只是海中的一小个水底 一点点那个小水底多可怜 你费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学的东西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水底 你为什么不学大海 你为什么不做这个海洋 所以我们教给大家的终极智慧 是智慧的海洋 是你变成智慧的海洋 到那个时候 所有的世间 初世间的智慧 你都了然于凶 有了这套软件 再去逐渐的去践行 去努力的修正 最后就会得到果地的圆满 因地的不圆满 也就是你软件的不正确 大家知道电脑 你放了一个错误的软件 有病毒的软件在电脑里 那就是等着它 把你的结果给毁掉 你的软件里有病毒 你现在用的哗哗挺好的 有一天哗啦 把你的电脑弄死机了 烧了 烧毁了 你所有的辛苦 一下子都归着 什么都没有了 你为什么输入软件的时候 非要输入有病毒的软件呢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 没有病毒的软件 输入给自己 然后在这个 这就是你的因 因地与毁果昭 因地不真果昭与毁 这在修炼中是这样的一句话 也就是你软件不完整 软件有病毒 最后结果一定会出问题的 一致一来 我们都知道 一经 一要一了一经 不一不了一经 了一经演绎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圆满的终极智慧 不了一经 就是教给你怎么修一个财神法 然后怎么求财 你有什么事 急淡了 报个佛脚 求个师父 然后这个事能过去 这都是不了一法 所以我们要把了一法的 整个大藏经渲染的这样的一个巨型体系